各位 我也是一个有MacBook Pro的人了 快点告诉大家 我们的这个MacBook Pro是多少TV啊 8TV 多少钱 讲大声一点 22千 对 哇 这样多年来我都没有用过MacBook 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忠实的Windows粉丝 我从大学开始就已经用着ASUS 然后用Exercise ConceptD MSI Honor 华为MacBook X Pro到现在 反正你们讲过的 我都已经用过了的啦 我真是很习惯这个Windows的操作系统啊 那我们为什么会突然会买MacBook呢 原因就是有一天很Pattern的Can跟我讲 他用这个电脑剪片开始有点不够玩了 他讲 不我们试下MacBook咯 听讲不会LAB的 买回来了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个土豪Can一买哦 还要买这个MacBook Pro啊 A都不要啊 然后还要买M2 Max 不只 还要给我上8TV生态 剃到总的啦 谁给钱 你啊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就是要来分享 这一台MacBook Pro M2 Max 我使用了一个月的使用感受分享 跟上一代M1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我选择了8TV版本 还有如果要买MacBook Pro 我应该怎么写 开始吧 首先外型方面 呃 我是真的没有拿错 MacBook Pro M2系列 跟上一代的M1系列的外型 就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一样是很solid很阴朗 一样是高级的设计和配色 一样棱角分明 而且割手的机身手边 依然还是这样割手 喇叭还有键盘布局等等 都是一样一样啦 就连谣言曾经讲过 屏幕上方那个刘海 有可能会新增Face IT的功能也一样 是没有的 键盘右上角的Touch ID电源键 依然还在 左右两侧的扬声器 应该也算是MacBook Pro的一个标志性设计啦 机身左侧这里呢 是可以看到一个MagSafe 3接口 还有两个Type C Thunderbolt 4接口 这样多个洞哪一个才是充电呢 没有用过MacBook的Flare我跟你讲 三个接口都是可以充电的 作为老大的MacBook Pro M2 Max 我买的时候其实还是有附送这个 这样大搞的 96W充电器 充电速度真的是非常快的 根据我们Ken刚才讲哦 他自己也是很迷惑 为什么会突然他的电脑充电那么快 充30分钟哦 就大概有50%左右 那是不是只有配了这个MagSafe的 cable 配上这个MagSafe的接口 才可以达到这个快充的速度呢 这样又不是我 我在网上哦 看到有人用适配相对应的Type C cable 再加这个Type C充电口 又真的一样可以做到这个充电速度 但是咧 我怎么要这样麻烦呢 用原装不少了咯 所以M2 Max的MacBook Pro Lab分别有 14寸跟16寸两个屏幕size版本 基本上14寸跟16寸最大的分别就是 16寸的电池续养会更久啦 充电会更快啦 屏幕会更大啦 还有更厉害一点的图形处理器 其他方面是一样的 那这一台很明显 14寸 为什么我会选一个14寸呢 清解的 如果今天你想要买一台电脑 是想要带上带下突然想做工的时候 就可以拿出来一个生产力很强的Laptop 这样你就是要选14寸 14寸Maple Pro 1.63kg 16寸直接给我标上二字头 2.16kg 整整相差差不多500g 也就是差不多三只小只矿泉水酱中 所以女孩子们哦 求求你们要选就选14寸的 或者哦 你们先去Apple Store拿拿看16寸的那个重量 如果你们觉得OK 这样就OK哦 我还可以讲哦 性能这个东西在Maple Pro身上 我都是觉得是顶流了的啦 如果Mirror是香港顶流的话 这样子Maple Pro就是 电脑界的Mirror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 常常身边朋友有人问 哎呀要买什么很紧的电脑 所以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讲 买Maple Pro 其实哦 我是认同的 尤其是否经常要拍片啊 剪片啊 设计啊 做动画的同学来讲 能够在不充电的情况下 Full Power剪片 而且哦 电池有够耐的也真的只有Maple Pro 罢了 散热部分更加夸张 Apple发布M1的MacBook Air的时候 更是直接去掉了这个风扇 而且它表示哦 就算放弃散热 我们依然可以吊打 市面98%的同类产品 Full 所以说哦 上一代M1本来就已经很难打了嘛 然后它再出一个Pro 再出一个Max哦 它就已经变成怪素了 然后这一台 M2 Max的MacBook Pro 直接容许我称它一句 怪兽蒸发版 不但搭载了满血吧 M2 Max它采用了 12核处理器 30核的图形处理器 16核的NPU Geekbench跑分实测结果 单核心就已经超过2500了 多核心将近15000 GFX跑分测出来 帧率达到将近350 我们自己测出来的 竟然跟Apple官方讲的数据 是一样的 老实 你厉害 我给你大母哥 比上一代M1 Max 多了20%的处理器性能 多了30%的图形处理性能 或者说 我给大家一个更容易明白的测试吧 同样 在两台电脑上面我们用Davinci Resolve 输出4K的video 一台是阿肯平时用的Windows laptop 另外一台就是MacBook Pro M2 Max 同样是一段5分钟的4K视频 再来顺便说一下记仇的Apple 想当年M1刚出的时候 就一直给人家吐槽 哪里够用哦 用Gag嘛 不就是这样子罢了 OK Apple记住你们了的 所以现在一口气哦 直接把内存 不是提升2倍 不是3倍啊 直接上到神台 96GB 这样我觉得这时候就有人会问啊 96GB需不需压我 其实啦 我觉得啦 作为一个怪兽进化版 只有这个量哦 才能真正保证哦 它在进行这个多任务处理的时候 无论是Photoshop啊 Davinci啊 Word啊 什么browser开了一堆有的没的之后 它还是不会like 还要全部东西都没有关哦 那使用体验上面呢 一个月罢了 感觉我用了这一台 MacBook Pro M2 Max 一个月的时间啦 就已经 追入爱恨了 但是老实讲啦 我身为一个Hardcore的Windows Fan 我刚开始转会的时候 真的是要一点时间的 慢慢一点点去改变 那个操作使用习惯 但是我更多想讲的就是哦 M2 Max在性能上面 所带来的体验 真的是 太爽了 朋友 最令我满意的地方 就是电池续航能力啦 就算在没有chassion的情况下 也一样可以火力全开 Full Power 即便是剪着4K影片 也一样有着很稳定的续航能力 另外呢 我也做好一天的电池使用测试 那从续航上面来看 如果是热肠处理文档 浏览网站 WhatsApp等等 大概连续用个10到11个小时 好像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我初期发布会 需要剪片啊 反复观看视频 上网下载各种素材等等 真实情况大概 可以耐差不多5到6个小时吧 这个表现呢 也真的很让人放心的 真正的做到了一天哦 完全不带chassion出门 也是没有问题的 OK 来到重点了 为什么我们会选8TV呢 其实我之前呢 就有在Facebook post了一个post 然后去个上手图 然后我就在标题那边写了 我终于入了MacBook Pro M2 Max 8 TV 我一直以为大家关注点哦 会叫那个M2 Max的 结果 大多数的comment全部都focus在 大家都问我 需不需要买到8TV哦 傻了咩 买那个NAS不是更好 浪费钱没有用 首先我跟大家做一个数学题 平时如果我拍片4K 100bit 格式一分钟大概1GB 那一支7到8分钟的开箱视频 就已经差不多150个footage哦 剪完了输出了 那个层边大概就20GB了 也就是完成一支片 差不多要170GB啦 这样我每个月平均会有3支片 那一年下来就有差不多36支啦 期间还没有加上我出国旅行收拍的Vlog 差不多是一支开箱视频的double分量 如果一年有4支旅行Vlog的话 这样8TB好像也不是太多了咯 而且哦我现在拍4K罢了吗 难讲明年我就拍8K了咧 Avengers Infinity War 但是我想讲咧 它的存在一定有它的原因 你用不上或者是想象不到哦 不代表它是垃圾 就好像爱马仕包 那当然啦也是有人介意说 诶你这个价格不如你买Hardish 或者是setup你自己的NLS哦 也是可以啦 但是因为我的工作性质 常常没有办法连到网或者是有网 也是很慢这样子 尤其是在移动中的BASA或者是飞机上 奇奇怪怪的地方剪片的时候哦 如果要翻找一些数据或者是video的话就很不方便 那这个看个人使用习惯啦 这个8TB的存储啦 是有缺点的 它不是生意版的存在来的 就是说有一天真的是touch wood啦 passort了 就是说里面的资料哦 都一次过全部不见到完的 OK 最后 谁人最适合MacBook Pro M2 Max 追求顶级生产力的人 剪接师 动画师 设计师都很适合 啊 工程师也很适合啦 如果是身边普通朋友的话 我会推荐M2 Pro 或者是M2我是觉得足够了 因为如果日常生活没有太多极限场景的话啦 你根本就不需要用到M... 不要讲M2 Max的极限性了啦 就连M2 Pro的顶哦 你都到不到耶 你看M2 Max的顶在这边 M2 Pro在这边 你的普通使用习惯在这边 你想 你买这个M2 Max回去做什么 看小红书 刷Facebook 看陈风破烂的姐姐 然后看下YouTube 诶 现在好像手机都可以做到 不如你买手机 至于买了上一代M1的朋友 我是没有什么很推荐你们去升级啦 除非那多出来的20%性能提升 还有那个96GB 对于你来讲是很重要 因为M1 Pro M1 Max的这个MacBook Pro 用个三五年如意外啦 我就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另外有一点我还要补充就是 M2的MacBook Air 其实也已经很厉害了啦 如果没有什么budget的话 你们可以考虑看 OK 今天的MacBook Pro分享就到这边了 那下一次带给大家开箱别的苹果产品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